最近一款开源大模型Deepseek vSync 可为是火遍全世界 推特上各路大佬都在疯狂转发 OpenAI创始成员CAPSEE表示震惊 Meta科学家也惊叹是黑科技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 和ChatGPT相比 效果怎么样 灵基础小白该怎么用Deepseek 免费替代Cursor 写代码搭网站呢 怎么用它无痛翻译 免费看外文网站外刊 今天木子一个视频就为你全部讲清楚 感兴趣的话 那就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2024年的新生代大模型非常多 可是为什么这次Deepseek 能够震惊全世界呢 主要就是它用UBA 57美元就干出了 OpenAI谷歌Meta 花数亿美元才能干成的事 关键效果还和人家差不多 从它官方发布的对比数据来看 好几项评测跑分 甚至超越了GPT4O Cloud等 生成速度也较之前提高了三倍 最重要的是这位U等生不光又快又好 连API的价格都打下来了 别人卖20刀的会员还限额 它的API每百万Token才0.1元人民币 这四舍五入等于不要钱啊 所以它也被外网称来自东方的神秘魔法 还被各种媒体惯译 因为大家攀着大空头 AI拼多多等名号 那网上关于它的技术评测是非常多 我用人话解释呢 就是三个词 便宜 大玩 好用 那么它到底有多好用呢 我接下来就从它的AI对话能力 编码能力和翻译能力三方面来解释 分享灵基础小白如何用Deepseek替代Cursor 免费写代码打网站 以及怎么用它无统翻译看外文文献和网站 我们先来打开Deepseek官网 现在呢它只有网页端和API 还没有电脑端和手机端 不过我相信以它卷的速度很快就能够上线了 我们先点左边这里的开始对话 这个就是类似于ChatGPT的对话功能 我将分别对比ChatGPT4O和Deepseek在数学 逻辑推理 联网搜索三大方面的能力 让我们来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 我拿2014年的一道国际奥林匹克数学题来测试 答案是这个 首先呢Deepseek几乎是立即开始回答 并且答案正确 然后看一下ChatGPT 嗯一开始它就回答错误了 我们继续提问几次以后 它才承认Deepseek的是正确答案 真没想到手册Deepseek就完胜了 然后我们试一下这道非常经典的逻辑题 这题呢不太难 无论是Deepseek还是ChatGPT都准确回答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因为这是个推理题 我在Deepseek里开了深度思考的按钮 它就会把整个思考的过程都给你列出来 就像人类思考时的内心OS 它甚至会自我怀疑自我反思 也太可爱了吧 接下来我们再试一下联网搜索的能力 左边是Deepseek总结的2014年AI大事迹 右边是ChatGPT总结的 嗯大差不差 不过ChatGPT还给了AI大事迹主题的 YouTube视频链接 并且有趣的是Deepseek至少还提到了 去年年底OpenAI的那12场直播连续剧 ChatGPT自己却提都没提 这打工人训练的还不够到位啊 那除了今天对比的这三个对话能力 Deepseek和ChatGPT一样还有非常多其他的使用场景 像写文章上传PDF读文件等等 大家呢都可以玩玩看 基本上我测试下来和ChatGPT的表现几乎一样 甚至时不时呢还小小超越一下 最关键的是现在Deepseek的对话能力是完全免费的 而且没有任何对话频率的限制 这真的太香了 Deepseek除了在对话方面可以替代ChatGPT以外 还可以完美评替前段时间的AI代码神奇Cursor 去年下半年要Cursor非常火爆 让很多不懂一行代码的编程小白也可以做自己的网站搭APP 当时一下子引爆了独立开发的热潮 不过Cursor一个月20美金也不便宜啊 每个月付钱的时候还是会肉痛一下 尤其对使用量不大的初学者来说 很多都是浪费了 现在我们用Deepseek就可以搭一个功能基本一样 还几乎免费的Cursor 为什么是几乎免费呢 因为Deepseek虽然收费 但是100万Token只要0.1元人民币 这要是换算成美人几乎就是白送啊 如果你用中国大陆的手机号注册呢 还会直接送给你500万的Token 这个量普通人要使用的话 基本可以随便造至少一个月的 天呐 这羊毛一定确定不好吗 你有病 接下来木子就介绍一下该怎么用Deepseek去搭平替版的Cursor 我们在首页这里选择接入API 注册进去以后就会进入到Deepseek的API平台 点左上角这里的API Keys 然后创建你自己的API Key 我们可以随便取一个名字 然后创建 这时呢它会自动生成一个API Key 大家一定要注意把这段API Key保存下来 因为它只会出现这一次 后面都不能查看了 然后呢我们需要打开VSCode 这是一款免费开源的代码编辑器 如果你没有下载过呢 只要去官网就可以免费下载 非常方便 我们打开它 第一次进入VSCode 我们可以先安装一个中文汉化的插件 点击左边这里的扩展 搜索Chinese 选这个小地球安装即可 然后安装一个叫做Client的扩展 使用Client 我们就可以把Deepseek 结合到本地的VSCode里面去使用 点击选择安装 安装完以后 在系统的左侧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小图标 点开 这就是我们Client的对话窗口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小齿轮 在API Provider这里选择Deepseek 输入我们刚才创建的API Key 然后点击Done 这个实话我们就可以和Deepseek对话了 在下方对话框这里 我们可以像和拆GPT对话一样 直接用大白话题需求 比如最近马上要过年了嘛 免不了要给亲戚朋友们发一点祝福语 可是每次写起来都很头痛 我就想做一个可以自动生成祝福语的网站 我把我提前写好的需求文案复制到这个对话框 你可能一看这个需求这么长一串 感觉很复杂很头痛 自己写不来啊 那不用担心啊 我稍后会逐一解释的 我们这次先让Deepseek开始干活 他说我们需要创建一个项目目录 我们直接点运行就行了 首先呢 他写了一个HTML 接下来需要写基本的CSS样式 然后创建项目目录 然后一个一个文件去创建 创建完了就编写代码 我这里要是默认保存在桌面上了 可以在桌面上找到这三个文件 它分别呢 是代表网站的结构 样式和逻辑 这里整个过程 我只需要点Approve就行了 如果你懒得一直自己点呢 也可以直接勾选这里的自动Approve 这样的话 放一边让他自己干活就行了 现在他就已经完成了整个网站的搭建 我们直接点运行看一下网页 我觉得基本需求完成的还可以 点击这里的生成祝福语啊 就会不停默认生成 但是呢 有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字体太大了 我想要让所有的元素都呈现在一个屏幕里 然后这里生成的祝福语也有点太短了 显得不够真挚 还有就是 一般我们需要复制这个祝福语到聊天框 所以啊 最好有一个复制按钮 我们把刚才这些修改信息直接在这里的对话框告诉他 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描述的不够清楚或不专业 直接就用大排话写就好 他会整理你语言的逻辑 分析自己要干哪些活 然后开赶 我们看一下优化后的效果 基本上我们刚才提到的点都改好了 非常完美 当然了 你也可以不停的调试提新的需求 比如可以让他在这个祝福语前加一个称呼 在祝福语中间可以有emoji等等等等 整个网页生成时花的钱也都在这里标出来了 基本上每次只要0.00几美元 做一个网页连0.1美元都不用 这不比以前花几千块钱请设计师家程序员做网站便宜啊 接下来解释一下我之前给到Deepseek的需求文案 这是我一点一点调试出来的格式 它会详细的描述网页的布局应该怎么样 字体颜色等等 这个格式因为需求比较细 所以后续需要二次调试的步骤就会少一些 更加方便快捷 这个格式我也在说明栏里给到大家了 你不需要模仿我的重新写 只要打开XGBT或者直接用Deepseek 然后说请模仿我给出的这段需求文案 来写一个某某网站的需求文案 然后把我刚才的prompt复制进去就好 很快一个新的网站需求又写好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我演示的只是最基础的 用Deepseek进行AI编程搭本地网页的能力 如果你想搭一个公开的网站给大家用 或者开发APP小程序等等 就涉及到更多的步骤 比如如何找到用户真实的需求 产品的idea该怎么产生 灵基础小白如何让AI写代码搭网站做APP 怎么设计可以让产品变得更好看 以及如何上线网站或是APP等等 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话 不要忘记通过点赞或者是评论告诉我哦 这样我就知道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啦 也会有动力把这套非常复杂的教程整理出来 来手把手教大家 那Deepseek除了超强的AI对话和编码能力 它还可以化身翻译神器 无痛看英文文献浏览英文网站 这里我们要结合我之前推荐过好几次 非常好用的一个浏览器插件 沉浸式翻译 这个插件其他都很好 唯一的缺点就是 如果想用Deep-L OpenAI这些翻译效果好的模型 都是需要付费会员才可以使用 而免费提供的谷歌翻译的效果 众所周知 只能说是能用 可是现在我们可以结合 Deepseek模型的API来翻译了 之前也提到了 Deepseek100万的token只需要0.1元 用来做翻译完全不心疼 而且效果还非常好 那该怎么接入呢 首先我们还是需要有自己的API key 这个key我们之前已经宣承过了 如果你忘了怎么做 可以回到这个地方再复习一下知识点 然后我们下载沉浸式翻译的浏览器插件 下载地址我已经放在说明栏中了 下载好以后 点击沉浸式翻译插件翻译服务下的更多翻译服务 往下滑找到Deepseek 将刚才的API key复制到API密钥中 就大功告成啦 建议大家可以直接把Deepseek设置成默认 如果你要翻译网页点插件 或者Alt加A就行 要翻译PDF的话点开插件 左下角有个PDF将PDF托入就可以自动翻译了 不得不说现在这AI大模型是真的绝 不过玉棒相争 宜光得力 把价格打下来 把技能提上去 最后图会的还是我们这种小卡米拉 嗯 挺好的 打起来 打起来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并且对零基础搭网站做APP感兴趣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关注 并开启小铃铛哦 木子将会为你分享更多AI和自媒体运营相关的教程 包绘的